请林明杰议员咨询 那我这边可能就是用无字天书了 让大家欣赏一下我们纳玛下的美 这个是我们八八水灾以后重建的十二座 加强钢梁座的桥 这个也是 因为在十二座里面 也感谢我们市政府当初也协助 将十二座桥用我们原乡原住民的这个土藤来彩绘 然后彩绘以后 让我们可以看见 不管是部落的或者是我们整个高雄 甚至你们国人来到我们纳玛下 可以看见这些非常美丽的风景 但是我这边可能要提到的 这个桥的诗座 最近有几个立委也非常关心这十二座桥 因为像我们的刘思芳立委 还有我们的这个管碧林立委 甚至于我们的陈寅 邱毅寅 邱毅寅立委跟我们的那个林戴华立委 他们到我们纳玛下 最近到我们纳玛下都才发觉到 这个桥怎么那么窄 我今天要提的就是 这个桥因为宽度只有五米多 所以大小车 大小车没有办法汇车 一定要在这个汇车点 汇车点才能汇车 像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才可以汇车 那刚才提到的那几个立委 就感受到 感受到说 这个桥一定要拓宽 一定要将这个桥 比照我们这个面积 这个宽度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国人 甚至于我们市民 来到我们纳玛下 纳玛下的时候有安全 去以来回来回的这个 这个车行程 像这个部分 小车子 要汇车也就很难 我这边 要提的重点就是 他当初做这一个 这个钢便桥 其实他玉座的这个桥座 是都有做 这个是汇车点 每一座桥都有 他的那个桥台都有 都有这个玉座的这个宽度 但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做了以后 是做成这么窄 这个都是可以 可以拓宽的 这个跟 跟各位 各位 跟市长 跟我们几个长官 来跟各位报告 都有 都可以做 拓宽 像我们这个 这个是我从桥下 造的 它的汇车点 有四个横梁 五个梁 但是一般的那个桥 只有三座 只有三个梁 就这个状况 它还有一流 可以做拓宽的 因为我们最近 最近在我们纳马夏 一连串系列活动 造成了我们纳马夏 尤其是我们萤火 从这一个季节 造成我们纳马夏 上一次我提到 就是说 筛报 因为一个半月的时间 将近两万的 两万人次的人口 到我们纳马夏 但是 他们所提到的 所讲的 几乎都是这个桥 为什么坐那么窄 是不是建议 我们市政府 帮忙转述到 我们中央交通部 交通部 就按照我们立委 最近几个立委 关心的这个议题 来做拓宽 这个是 针对我们台二十九线 目前 唯一通道我们纳马夏 的这个联络道路 因为 就上一次几个六月上去的时候 我们我也跟他提到说 我们纳马夏 不仅是道路 要拓宽 而且从纳马夏 一定要将到 珍稳水库 一直到阿里山的 这个路也要拓宽了 因为这个 这个路线 这个动线 可以让我们的市民 感受到我们纳马夏 甚至于 可以直接到东浦 到我们那个阿里山 欣赏以及观赏 我们那个 所有的风景 那这个部分 我这边要大概提一下 这个是喜安山 喜安山底下的道路 在第二次定局大会 我也提过了 喜安山的位置就在上面 这个落差 应该有差不多 三四百公尺 我现在这里要提的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去年做的 去年做 然后今年又有崩塌 现在又要失做 去年做的 今年也做了这个 就今年目前在失做的 有两个地方 就这个 这一段 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这边可能要跟 跟我们 跟我们交通局 交通局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刚才我讲的失做了 这个是去年失做的 这个是台二十九线的道路 上边坡 他用喷江直栽 下边坡是用挡堵墙 来维护这个道路 但是这个是每年都做了 每年都做浪费公堂 所以 他现在又做这个 刚才我抛出来这个 就是要喷江直栽了 但是我是比较纳闷 为什么要发这个钱 因为这个做了 根本意义都没有 因为他落实是从上面 就西安山 他下方落实 直接 落在这个地方 如果做喷江的 根本就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我这边要提 这个奇怪的部分 去年 在第一次定期大会 第二次定期大会 有邀请我们市政府 到现场会刊 会刊 建议能不能失做 两座桥来横跨 来横跨 这个非常危险的 这个区块 但是当初的那个回应 中央的回应是说 可以列入考虑 但是我是不知道我们交通 我们交通局有没有回应 一直到目前我还不知道交通局 有没有韩文协助来将这个来建制 因为我上次也提到过就是说 像我们不管是议会的建议 我们议员的建议案 甚至于我们在各局处是业务报告所提的案件 以至于我们总咨询的这个案件 我们研考有没有列入列管 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局处都还没有回应 尤其是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我上次也提到 只要大太阳 它会落实 只要有风因为树在咬 它也会落实 下大雨那就不用讲 这个是针对我们台二十九线 这个是我们当初跟几个议员 还有几个几个官员来到县城做会刊 是能不能坐两座桥来解决 真的我们回家安全的路了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玛雅里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观吊桥 在过去巴巴水灾以前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是跨过我们南紫仙溪跟 我们那个纳资兰西就有纳资兰西的一座景观 也是我们的风景好的地方 但是我这边要提 它的路面 因为这个路面已经失作可能也有二十年以上 一直到目前 一直到目前都没有在做维修 就这一次我们营火祭赏银 赏银三个礼拜在推动的时候 还蛮可惜的 人家都说游客都嘛讲说 哇这个地方真的很好 很可惜就是路面不好 让他们止步 因为看欣赏萤火虫的时候是要 没有灯光 不能照手电筒 是这样蒙着 暗暗的去走才能看得到萤火虫 所以我这边就先讲了 所以我这边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市政府相关急促 有些农业局跟公务局 因为这个路面好像是超过六米以上 是不是能够解决处理这个问题 不要让我们的市民国人 再一次来我们纳马西亚看萤火虫 或者是在整个旅游动线 在推动的时候看见这个 然后不上来了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从我们马亚里通往我们的 明浅国小 也是我们世界立建筑的这个学校 还有通到我们卫生所 但是它的路面真的是颠簸 卫生所是我们急救 急救的路线也是 这个路线也是学生上下学的路线 但是路面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我先把这个议题提出来了 这个我今天提出来的这些 这些动线这个路线是主要道路 而且是既有的AC跟PC的路面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马亚社区 马亚社区对岸的灯灰农路 因为这个灯灰农路 是灯灰算是灯灰联络到了 这个这个最主要的功能是 这边也有祝福 第二个我们社区有个吊桥 从我们的民前大桥 民前大桥然后绕过 绕过一圈再回到部落 这个也是我们游客最需要的一个点 但是它的路面 AC的路面真的很糟糕 那这个是我们我们在纳玛下 我们的南伊沙鲁公墓 上面是公墓 但是它的联络到是这样 只要下雨就变成河闯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有关于我们我今天提到的 不管是农业产销运输 或者是在观光景点 景点重要的这个动线 是不是请我们相关单位 近期就马上去勘察 因为我们纳玛下 最近人口进出真的很多 有的是到我们纳玛下录影 录影结束 或者是住在民宿 结束以后 他们会往阿里山的 那个打那一鼓 然后再转往阿里山的石桌 去泡泡茶看看阿里山 然后再从那个阿里山公路 回到自己的部落 所以很多的点 这个也是靠近 这个是往公墓 这个是我们台29线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 从玛亚里通往青山段的道路 只要一下雨 它这个整个路面都 都是会积水 它的路面也是破损 我起一段 因为这个有四公里到五公里以上 但是我起一部分 做这样的 做这样一个诉求 是不是我们农业局 或者是水利局 或者是我们圆明会 真的要关心 这个有没有人看得懂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去年非常夯的这个 这个非常夯的照片 这个市长也去过 这个是我们纳马夏 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市场 萤火虫 这个亮点都是萤火虫 在前年好像市长有去过 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目前纳马夏 可能带动我们整个经济 或者是我们地方产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 它的路面 也是一二十年没有维修了 这个AC路面都完全破损 这个就是我们最夯的一个 纳马夏最夯的一个 那个赏银 赏银步道 目前的路面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我们这些道路 我经常讲 我们纳马夏 我们原乡 其实要求不多 只要把我们的路面 把我们的产业道路 整理好 弄好 绝对是OK 因为 虽然我们原乡的人口 人口少 但是我们的面积真的很大 像我刚才 弄到的那个 那几个画面 因为路面的颠坡 路面的不好 当我们在运输 我们的农产品的时候 尤其是水蜜桃 因为我们的水蜜桃 采收的时候是 八成以上熟了 所以只要一个 一个颠坡的路面 可能到家里要整理的时候 已经有一部分 甚至于一半 都不能做买卖 只能用论金 论粮 这样一包 这样卖给人家 真的蛮可惜 这个应该都看过 这个可能 要针对我们原民会 我们的原民会 这个是我们三菱大亚园区 的入口 这个是我们文化广场 主委是 这个是我们大亚的文化广场 是做得真的很好 也让我们 也让我们进驻大亚的所有 不管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 都能看见 我们政府对我们 因为迫于环境 必须牵到大亚的人 感受到这些照顾 这个是表演的广场 那我现在要讲的 我这边要提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 它是我们 大爱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场所 这个 这个是我们手工艺 甚至于农特产 展售的地方 那最近 这边有一个流乱汗 造的时候有一个流乱汗 最近我们大爱园区 不管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 都一直在反映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政府 可能在推动的时候 忘了 这些受灾受难的居民 流落在我们大爱园区 他们的诉求 当初我们市政府规划是 手工艺品 还有地方的特产 都会在这一个地方展售 但是因为 可能是 在地方跟市府这边的在协调 造成这个几乎要关门了 变成 大爱目前反映的 变成就是有人会在这里 酗酒 吸毒 甚至于破坏他们的门窗 进到里面 把里面的展售台都弄坏掉 所以我这边要提的就是说 既然这个是新的据点 也是因为受灾 让我们的市民 不得不迁离在自己的故乡来到这里 但是我们应该要更照顾他们 因为来到这里 农地也没有了 房子也没有了 要就业又很难 因为有的五十几岁都要就业都很难 所以我这边可能要提的就是说 是不是在我们市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基础局处是在推动我们大高雄的观光产业的时候也把我们的大爱 大爱这个大环境 这个环境 列入到我们的一个景点之一 那也有我们里面的这个居民在反映 就是说 所有的游客从旗山一直到内门山林 都闪过这一个地方 很可惜 因为其实我们政府规划在这个园区里面是有非常多的特色 但是因为我们市政府可能在规划的当中 可能忘了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我这边可能要建议的就是说 市政府这边的负责单位 是不是重新规划 重新规划这一个展售区 展售区到底要怎么经营 要怎么经营才能让游客 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就业的一些居民 真的有机会来这里做这样的一个展售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入口 这是我们大爱园区大门的入口 山林国中 这个是入口 是不是在我们的入口里面 这个对岸里面 这边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的 因为这个位置点好像是国中 国中 山林国中的用地了 可以做个指标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 甚至于我们市民来游览到我们甲仙 要吃鱼头 甚至到那马虾要吃水蜜桃的时候 也很看见说 原来我们高雄市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让他们也走进来 也走进来 也走进来 不一定要消费来 也看看我们从灾区进来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 这个就是入口 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做了 这个是有关于大爱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在上一次定期会我也提过了 这个是位居在我们那马虾达桿乌 这个是一百多年前所建造的日本神社 也有专家去考察过 因为这个真的是也蛮奇怪 它有一个步道 它没有造到 它底下的步道都还在 它是用小石头小转石这样漆出来的 都还在 最主要的这个点好像是在这里 因为都没有整理 所以它被这个贵竹林 贵竹林这样包住了 它的三个台阶都还在 而且它那个柱子的那个角 水泥角都还在 那我这边可能要请我们市政府观光局 是不是因为这个好像我们公所也在提 我们当初跟白洋七长还在位的时候也曾经提过 而且也规划过 将所有将所有入口三三台阶的这个入口的那个意向都已经设计过 但是爱与经费 中央也没有拨这个经费来 来去来去处理 那我今天要建议就是说 因为这个动线是在我们民生 就打卡罗民生国小也就是我们驱公所的对面 就在对面 所以如果说规划成我们纳玛夏整个动线把它重新营造起来 成为一个点的话 或许会对我们纳玛夏 也对我们的市民有更好的去处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 它的它下游 下游差不多五六分钟可以走上来 下游是公有地 以前的分住所跟以前的民生国小 那个完全是空框的土地 所以这个规划起来可以停车然后走上来 走他们原来的步道走上来去再看看 然后从这边眺望我们整个纳玛夏 那个沿线的那个聚落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部分应该农业局比较知道了 我为什么还要再提 但是在提之前我还是要感谢了 因为农业局也感受到 也体会到我们原乡真的没有这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经营 也没有办法做更好的生产 这个是出水池 在去年我们是寒害 跟今年是寒害 而且再加上干害 就是没有下雨 旱灾 我们纳玛夏的水蜜桃最近不但生产 它的产量减半 而且套上去以后准备要收成 因为没有下雨 经常性的没有下雨 而且是持续性的 所以落果 果实都掉到袋子里面 所以我今天要重新提就是说 我们农业局是不是 再拨经费来处理我们这个这个储水的问题 因为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原乡来讲 尤其是我们汉地没有水 虽然我们在高处了 但是我们高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抽水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设备来处理我们的农作物的话 比如说是我们90%以上的农人 可能就是一年的辛苦可能就等于就泡汤了 这个是农业局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应该有看过了 这个是我们纳玛夏过去的入口意象 但是它现在因为土石流是埋过这个高度 它现在已经在底下了 这个是以前我们纳玛夏的入口意象 我今天要提这个入口意象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市政府重建 重建我们纳玛夏这个入口意象 因为入口意象可以代表我们整个区域 涵盖整个区域的所有它的整个文化的内涵 所以我在这里可能要比较强力的 强力的要求也请求我们市政府 就观光起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重建 不一定是按照这个 但是有入口意象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已经到了纳玛夏 也从这个意象里面可以看出 到底主群是什么 像这个就布农主 这个就卡拉卡拉布第十六主 所以从这个入口意象就可以 很清楚的辨识我们部落 我们区域里面的人 那这个应该也比较清楚了 104年 全国区域 我们圣火母火的取火口 这个我们教育局局长应该最了解最清楚了 因为当时是由我们的教育局局长来组织这样的一个仪式 但是我这边要提 这个八八水灾以后一直到现在 完全毁损 因为这个景点在我们纳玛夏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建制恢复来使用 所以就变成 尤其是上来的路 像这种四轮传动的都还蛮勉强的 所以我这边要提 就是说我们纳玛夏虽然既然有那么多的景点 既然有那么多真的是可以开发的这些观光景点 是不是我们市政府严考的部分 甚至于我们这个观光局或者是文化局 是不是能够横向的联系 横向的规划我们纳玛夏 作为我们常常提到的后花园 因为我们纳玛夏经常有在讲 我们纳玛夏的动线 可以让人来了 真的不想回去 来了还想再来 因为它不是一个死巷子 你只要觉得那么像不好 你就可以往真问水库 对真问水库 要不然你觉得真问水库不好 你可以往阿里山 到石桌阿里山公园 阿里山的那个国家公园去 都可以 哪怕是你阿里山国家公园绝对不行 你可以直接到东浦 洗个温前再回家都可以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纳玛夏最高的一个景点地标 它叫玉达山 它海拔是1217 它这个 它这个 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 它可以眺望我们玉山下雪的这个雪景 然后也可以眺望我们塔干望 所有部落的这个 所有部落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 它可以眺望我们南华水库的内库 内库就是储水的那个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它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台南市的夜景 只要晚上晴空万里 夜景整体很漂亮 这个我要提的就是说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的路面 路面是这样的 上来这边全部都掏空 上来这里 有一段是掏空 车子根本就没有办法过 电竿这里 所以我这边要提 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这么好的一个景点 但是因为碍于路面 所以也让游客没有办法进来 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景点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我们纳玛夏国中 纳玛夏国中重建后的宿舍 因为它这个宿舍是经过我们社区进来 巷子 因为这个也是算巷道 然后这边还有居住户 桥只有两公尺 好像不到两公尺 它是入口是这里了 我这边要提这个国中的部分 可能是 它的富兰 它是用竹子 它用竹子来围 这个东西好像已经把 把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宿舍 好像都抹灭掉了 我这边要建议我们教育局 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过去看一下 把这个富兰建置成 让可以衬托 可以衬托这个宿舍 甚至于可以衬托我们大环境的这个这个富兰 第一个可以是一个景观 第二个可能就是安全性 不要让车子直接 没有经过许可就直接冲进来 可能对我们老师 所有老师的这个 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这个桥 他们要进到宿舍 这个是本来八八水灾以前是 这边还有两差不多两米了 这个是四米宽的一个桥 它要长差不多十公尺了 长只有十公尺 但是 以前在公所的时候经常反应 但是我们好像相关单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块 那我提这个 第一个可能就是富兰 来保护 来衬托我们这个漂亮的这个宿舍 第二个可能就是 这个桥台要增加差不多两米 因为我们这个栏杆 已经被好几部老师的那个车子 好像刮了 刮了快掉下来了 因为它的转角是九十度 所以进出没有办法 没有增加的话就没有办法 那以上是我今天 针对我们那么下 可能比较急迫性 甚至于因为是长久 一直到一直都没有维护的这些 这些设施 那时候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也做这样的一个 陈寝 希望我们市政府 不要给我一个答案 因为每次在各级出事做报告 在做业务报告的时候 总是就那么一个答案 报告议员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那么下三个元箱 已经是自治 已经是法人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编这个经费 迄处的人文也是都在台湾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倒满期望就是说 我们市府在推动整个大高雄 规划不管是观光或者是产业的时候 不要忘了 纳马下 桃园茂林 是属于我们大高雄地区的 那我们在研考的部分 是不是在推动或者是规划这个 这个 这个 市政的时候 也把我们这三个区域列入了 因为 我最近才发觉到我们高雄市 虽然是在 非常大的转型 在我们市市长 这个前瞻性的 所看见的 必须做非常大的转型的这个状况下 是不是我们原乡应该要跟着 跟着转型 不要说我们高雄县高雄县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不要让我们的市长 被人被人家说 其实市长只有规划我们都会 绝对不会规划原乡 但是这个是我是怕有人会这样讲 但是在市长 我们这个大高雄合并以后 说实在了 我比较敢配市长了 没有路 他还是绕着路来我们纳玛夏了 来我们纳玛夏来过好几趟 也应该 就人家讲了 可能转革弯就知道要怎么拿捏这个车 车速了 所以我这边的重点 第一个 就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纳玛夏 不但是产业道路 运输的道路 还有观光 既有的道路 一直到现在都 非常多都还没有重建 所以可能要请我们市政府所有的团队 是不是 抽个空 来我们团队去看一看 我们纳玛夏 也看看我们桃园看看 帽林 在整个规划 横向联系的时候才能 领悟到 我们到底要怎么将我们三个原乡来规划到里面 因为我们原乡来讲 刚才我提到的重点在于我们的运输 在于我们地方产业的运输 如果没有很好的运输的话 我们真的是在整个农业等于说是打了折半 就我们贝亚副业也经常提到 只要把我们的产业路面弄好 后续的像露营的像民宿的 在不违法的状况下越来越多人来经营 也还好像我们纳玛夏 没有非原住民来经营 因为其实我刚上任议员 很多外面的财团跟我讲说 议员 纳玛夏那么好 有没有土地可以买 我就跟他们讲说 有 但是你不是原住民绝对没不到 他说要用我的名字去买 我说对不起 我们纳玛夏虽然目前是落后 但是我们的看见 有一天我们纳玛夏会变成我们高雄市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财团就没有再进来了 但是以后我是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环境或者是这个时空背景 在转运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层面 所以以后那我就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了 那最后 是不是我们刚才我所提到 这无字天数 剖出来这个东西 集出是相关的 是不是也做个回应 请公务局长来回答 公务局 也请农业局准备 原文明慧也请准备 来请阿乔局长先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林议员 议员在关心我们台二九 从南沙路到我们无力桥 无力桥这个部分 有12座的干变桥 刚刚所看到干变桥 跟我们的路面 就是干变桥的宽 跟路面的宽是不一致的 那据我们了解 在公务总局的规划设计上 它是以安全上的考量 要限制甲种策略进去 那至于议员的关心说 是不是把桥面宽 再把它拓宽 是不是会更安全 有两个交汇车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 公务总局的第三工程处 我们再来跟他们研议 要如何来拓宽 那另外议员也有在关心 就是说我们南马夏 有关是AC路面的部分 或者是困泥土凹凸路面 不平的部分 这个部分 我们计划在今年的10月 把它全部来修复 以上 好谢谢 有关于刚才我们局长提到 就是说 能不能拓宽 是不是我们市政府公务局 就提个案到中央 由中央将这个案子 请我们的立委来带上去 因为有四个立委 好像也非常关心到这个 因为将近一两万个人口 进来几乎都是讲这个问题 汇车要等12座桥的汇车要等最少10分钟以上 这个部分能不能建议到中央 这个我们跟公务总局来建议 谢谢 那农业局 要不要请农业局 蔡局长 谢谢林议员 在这里跟林议员报告一下 有关我们所有 那马下的产业道路问题 我想我们跟延民会 我们股仲主委 也有分工 也有在一个商场 那另外 林议员所提到 就是说我们原乡 有一些蓄水池的问题 那么我很感谢 我们陈市长在去年 特别动资的益备金 然后340万 针对我们秦美地区 所有不容包括内门 我们甲仙 还有六龟 还有我们拉马下 桃園这些 没有办法说 有这个水供应的地方 我们做蓄水池的设备 应该林议员也知道 那么今年我想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会来跟我们的一些 农民团体还有我们的产销班 我们来研议一下 针对哪些真正需要的 我们再来做 再来设施 好不好 那这样才不会有一所浪费 好不好 谢谢 因为我不得不提到这个 因为最近好像有一个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官员 但是后来我们查到 他根本就是诈骗 诈骗集团 他到我们那马下 做了很多的水塔 然后他骗我们的农民是说 你做几顿的 二十顿补多少 二十顿三十顿补多少钱 但是到最后 这个人把这个水塔 然后现金拿来以后就离开了 就不见了 还蛮可惜的 那因为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已经将近四十户 因为碰到这一次的旱灾 旱灾 所以将近四十户跟我申请了 所以我不得不讲 也请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的农业去帮忙 好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农民会 请鼓仲主委 主委 谢谢议长 谢谢林议员 那我首先跟议员表达 就是在去年我们高雄三个原乡成为工法人以后 其实他们是我们高雄市的后发言 所以我们很多计划 各相关计划都仍在我们原乡里面 包括文化产业 卫生 观光以及社会福利等等计划 都在各局处都有呈现 那包括在本府 研民会的预算也有呈现 那我想从八八风灾发生以后 我们在纳玛下乡 纳玛下区 投入重建的经费 因为当时急迫重建嘛 那主要是针对部落的道路 对外联络的道路 部落的用水用电去做处理 所以当时跟中央争取到 将近有十六件的工程 六亿多的经费在原乡做重建 那重建之后 当然就是开始对部落的产业等等 包括文化的这个附赠 语言的附赠等等 就开始进行各样的计划 所以刚刚议员所提的 在包括农路或是产业道路这部分 我们是逐年在进行 逐年在进行 那我跟议员报告 包括今年 包括议员跟区公所所提的建立 我们目前已经有先针对部落安全计划 已经核定15件 大概现在有1500多万的经费 那当然还有几件呢 是因为用地的问题 因为还没完成 所以到时候用地问题 还要请议员跟区公所帮忙 用地的部分呢 同意书送达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核定 那另外议员关心三明火 以及日本神社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协助纳马夏区公所 今年获得交通部观光级核定 1500万针对这两个景点去做修复 那目前公所在进行规划设计当中 规划设计当中 那刚刚议员又另外提到 关于到三明火或是日本神社这个道路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提到中央业民会 今年在做审议 我们提报三明火的联络道路 大概715万 那日本神社的道路呢 联络道路大概是530万 刚刚议员也提到照片看到那个一打三 其实一打三是我们规划的这个高雄原位清理型的一个油线之一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征集到 中央今年有核定285万的经费是做规划设计 那现在是由我们公务局的新工处在进行规划设计 那关于青山道路的部分 我们也为行公务局在执行 我们征集到中央大概4000多万的经费是在做进行 另外议员也关心到大爱这个猫头鹰馆的部分 确实我们在当时新建完成 又是协调在地的部落组织 就是合作社来营运 那里面有做青史 包括原住民工艺 甚至我们培养在地的原住民的舞蹈歌舞团 有在当时有做营业 那包括一日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主人在那里也营运这个猪用脚踏车 因为后来他们内部这个营运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馆 不过我们重新再跟中央争取经费 去打造一个高雄原位清理型的四条线 其中一条线就是到这里 我们目前在做内部的整修 我们目前在做规划设计 一季六月二十号完成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局部的修整 那我们会参访一些国家 比较用声光方向 声光方式 让游客到那里 可以了解巴巴的历史的一个过程 甚至可以从这个动画里面 可以介绍我们原乡的一个发展 包括原乡的一个景点跟文化的介绍 那我们预计大概十月中可以完成 这个部分的工程 那对于这个入口意向的部分 我想这个土地可能会涉及到公路级的土地 那我们在清理型本身就针对这个猫头鹰馆 会做意向的一个设置 那我们会找相关的单位 一起来看那个用地的部分 那对于纳玛夏入口意向 我想谢谢议员 那个有很多我们的回忆在这个 这个我跟那个观光局长也讨论过 我们去线看 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一次来复苏 我们纳玛夏入口意向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在清理型本身就有一些资本门 可以去做一个规划 那我想我会跟曾记长 我们私底下也讨论过 我们会一起来去做线看 看适合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地 那我先这样做一个初步回应 谢谢议员 那谢谢 那我这边可能要再提到 就是说大爱 像大爱的部分 大爱的部分这个元期是 新造证造出来的 那我这边可能要提到就是说 因为大爱的公共设施 真的蛮多单位在负责 有水利局 有养工处 对养工处 又有盐民会 也有民政局 所以我这边可能要请我们的研考 是不是像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 维护管理 像除草的部分 就是大面积 不要单打独斗 也不要各局出手来负责 是不是由我们研考 或者是哪一个局 哪怕是严民会 把所有的经费集中 然后要处理就一次处理 看一年做两次三次的这样砍草 要不然真的 水利局砍完了 严民会这边没有砍 严民会砍的时候 水利局的草又长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我这边做个建议 那最后一点可能就是 有关于房屋税的问题了 因为房屋税在我们原乡 也不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最近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马亚里智利招屋 房子都没有办法进去住 连水连电都没有 但是他已经开始抽税 收税连那个实用执照都没有哦 他实用执照在哪里都不知道 税金真的很高 连住都没有没有办法出拆 十四平的地平 税金就四千七以上 还有大爱的部分 大爱的部分可能这个税 这个房屋税也是很重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找个时间 召集我们相关单位到现场看 然后看看我们的建筑执照 谢谢在这里要跟原乡的高雄市民重申 高雄市议会从来没有删过原乡的任何一笔预算 在这里请市府团队的所有的局处首长 听到这样的谣言 一定要严正的驳斥 谢谢 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 上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